超强预风帕特里夏来势汹汹 墨西哥西南部柯立马沿岸 刮起阵阵强风 测出380公里超强风速 预风帕特里夏威利号称有史以来最强 墨西哥政府不敢大意紧急宣布 哈利斯科州 科利马州和纳雅里特州 进入紧急状态 巨风眼清晰可见 暴风圈结构也很扎实 连世界气象组织都警告 帕特里夏强度与2013年 重创菲律宾的海燕台风相当 恐怕将造成严重灾情 就怕预风带来可怕灾情 部分居民被撤离到避难所 目前帕特里夏持续朝东北前进 威力也因为登陆而减弱 不过美国南部地区已经严阵以待 做好防灾准备 记者综合报道